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集我们开始聊一个远距公司的文化 还有他们的一些做法 例如说给公司的福利政策是什么 那这一集我们就 因为上一集光讲公司福利就分析了很久 然后这一集我们来讲到他们是怎么跟员工沟通的 然后还会再讲一下我们的心得 因为我们自己也算是远距的 当然我们有任何的这个 发现跟自身远距的那个有共鸣的话 我们就可以讲 所以我们上一集说到他 其实就是公司看起来给了很多的福利 但其实他们每一个福利上面 都在为公司同时省情 所以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那这一集我们讲的呢 就是他们怎么跟这个员工沟通呢 如果员工是一千多个人 然后都在七八十个国家 到底怎么有效的 就是一直维持的这个公司的工作跟运作 所以呢 其实这个东西 我反而觉得没有上一集那么的神奇 就是其实他不外乎 他当然就是去善用一些远程的工具 例如说Zoom 这个就是大家开视讯会议 基本上都会听过的一款软体 对不对 然后有一个东西叫做P2 这个可能就是有比较做过这种大公司远程 或者是有做过这种工程的才会知道 就是写程式会知道 他可能是一个 他比起email来说 他可能更适合内部沟通 就是一方面是安全性 然后第二方面可能是他们在建党这方面会更有效 所以他们是用P2 然后来做基本的文字或那种就是档案比较小的一些沟通 然后他们视讯就是用Zoom 还有一个东西叫Slack Slack我们就是有在用 我们团队就是在用Slack 对而且不是说实话 我们两个现在在用广播有没有 然后我们的沟通工具就是Slack 我们都把我们的笔记 把我们就是下一集要聊什么 这一集的名字要叫什么 我们都是用Slack 你有发现吗 当然了 你怎么很心虚 你怎么当然的很心虚 不是我说你这个问题很好 小棒我怎么跟你沟通 但是我心虚的部分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坚持要用Slack 因为我发现它确实就是功能上面 我觉得有一些好用的地方 例如说一般的社交媒体软体 你也知道吗 有一些小公司它会说什么 会有老板的Line群 然后会有一个Line群是有所有员工 但是没有老板的 大家不是都会讲这种事吗 一般公司会直接用Line 或者这种大家就是平常就有在用 问题其实这种一般社交媒体的这种沟通 它很不好做记录 也不好做保存 有的时候会很容易丢失讯息 或者是大家都乱置顶 就是都会搞得很难好好管理 但是如果是偏商务型的沟通工具 它就会在功能上面特别注意这些问题 所以会让你就是更好的分类好 保存好一些重要的资料 然后也方便说突然间说 我们那个几个月前的什么项目 现在怎样怎样 你懂吗 那就是你搜寻也会很好就找到 所以还是有差的我觉得 然后而且slack slack除了我们自己在用之外 你还记得吗 那个我们之前有一些 就是跟加密货币 或者是跟NFT相关的课程 他们很多国外的这种交网路课程的人 他们也是会把大家就是建立一个community 在slack里面 方便大家就是做之后的讨论这样子 假设说你上了他的课有什么问题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边交流 甚至就是同学跟同学之间的交流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把这个东西保持的简单明了 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远距远距工作呢 我觉得除了你上一集有提到的 信任问题是最重要的之外 我觉得第二重要的其实就是 沟通的顺畅问题 因为你看不到人 你也没办法及时沟通说 突然跟旁边同事想讲什么就讲 所以说他们使用的沟通软体是什么 然后方式是什么 很重要 你懂吗 因为要是你在这边也给人家自由 说你平常常用什么沟通软体 你就用什么 哇那真的会乱七八糟 到时候找东西都找不到 对 就是统一用slack 对就是刚刚讲那三个 他就是各自解决了这个公司里的 基本的最大的沟通问题 就是你必须视讯开会 你就是zoom 然后你必须团队协作 你就用slack 如果你用基本沟通 那你就用那个p2 这样 他就只有这三个东西 所以比想象中还简单 因为我原本还想说 一千多员工 然后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公司市值30亿什么的 那他们会不会有好多 好多东西要碰 没有 他就是在沟通上 就这三个 你只要有这三个就好 所以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就是应该是怎么讲 深入浅出 然后精简二药这样子 对 然后我觉得他沟通上面 好工具是这样简单明了 那他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怎么讲 他们重视的是什么呢 他们重视的是结果导向 其实就是呼应了 你上一集说到什么呢 你说你有完成公司的任务就好 对不对 所以他们其实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我觉得这是现在远距公司 讲到这个案例来说 跟传统公司里最最最最不一样的地方 是他们没有上下级关系 就是当然有公司创办人 对不对 问题是他们 他们之后招募员工的方式 跟职位来说 他们不分上下级 没有所谓什么 你junior要再跟senior senior要再跟网上的什么 什么主任什么 然后那种那种东西 因为确实我们都知道一件事 其实大公司 虽然有大公司的保障 有它的稳定性 但是最烦人的事情是 我今天哪怕项目里的 一个文件的一句话要改 好像都要等一个礼拜那种感觉 你懂吗 就是跑公文 就是还要传 就是这个东西要改的话 我这边没有办法 我没有权限帮你处理 我再帮你往上放 然后再往上 然后再往上 然后你文件不知道 什么都才会被签到 然后什么都才会被传下来说 好了改好了 那很多时候 根本就没有那个时间 给你这样跑 对不对 这是很常见的问题 那他们这一点 我觉得就是很开创性 就是他们就强调结果导向 你不用是我的上级或下级 基本上他们只分组 就是他们会以项目的规模 来分说 这个项目必须几个人一起去完成 这样子 然后呢 他们也没有项目经理这个岗位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神的 你知道一般公司 你知道吧 一般公司不管是做什么产品 基本上都有项目经理这个位置 尤其是 所以我意思是说 这样听起来 就是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对 就是 他这个公司的架构 完全不是我们的概念 你懂吗 不是我们刻板印象 那种想法的概念 而且他还存在了好几年 对 所以 所以我说他之所以能存在 有他一定的理由 所以你看他在这方面 做了一个 我相信当然应该不是说 他马上一开始就掌握到 这个诀窍 他应该也是透过一开始的一些 一些试错 然后慢慢的累积经验 才发现说 原来远距公司 要把这个阶级拿掉 要把这个什么东西去掉 这样子是最好的 所以 我觉得这一点 我就觉得很有趣 就是 他们 没有什么叫做项目经理 是为什么 是因为大家都是 直接执行任务的那个人 你懂吗 然后 然后当然 你这个项目里头 你是跟谁是一个group 那你们当然就是 只要还在做这个项目 你们就是 自己想办法要分工合作 而且他就说 他们也很鼓励团队 就是去尝试新的工作组合 跟合作方式 然后唯一就是 只重视一件事 就是你的实际产出结果 所以我就觉得 很棒啊 对不对 就是等于说 只要你们 以项目的最终产出品质 为优先 然后你们谁 到底是里头团队 leader 随便你们定 你们谁是负责 这个项目的哪一个 哪一个部分 也是你们自己定 公司不会管这些 对 但是就是结果说话 这样子 然后这里啊 那个创办人就有说到 就是automatic创办人就有说到 他说 他一点都不在意 你的工作时间是几点 你可以 你可以很晚很晚起 然后你可以突然间凌晨 两点工作到五点都可以 但是他关键的问题就是 你做了什么东西 就是结果的意思 结果导向 然后我觉得他讲 他讲一句话 我就 我就很有 很认同 就是他说 很多人上班 只是在走过场 然后固定的办公室 不代表你就能保证员工 有真正的这个创造 为公司做这个贡献 我得说实话 我觉得我前 前两个工作 前几个工作 有去办公室 其实就大概是这样 对啊 就是我去了 在做固定的事情 然后我没有额外多的时间 就可能有 但是最终还是要走规矩 就是我没有额外多的时间 去想怎么样 把一个项目做到更好 对啊 就是他说上班走过场 我超认同 因为我是一个很讨厌 上班的模式的人 因为我觉得 有非常多东西在浪费 例如说什么呢 我如果今天不是要 见重要客户的话 那为什么还要每天 花时间烫我的衬衫 穿打领带 穿皮鞋 这一些 其实这些衣服 我们都知道 不是最舒服的衣服 你看很多人下班 就会赶快 就赶快把领带松掉 把裤头那个皮带松掉 赶快换上家里的 舒服的衣服 就是为什么 每天都要花时间 穿脱这些衣服 这是我一直都觉得 很浪费时间的地方 然后第二点就是 这个是大家也 很容易有的烦恼 就是说 如果公司离我家 不是很近 为什么我还每天 花时间这样通车 尤其是上班 是一个固定的时间 大部分公司 都在八九点上班 然后大家都要一起 去塞那个交通时间 你不觉得听起来 很愚蠢吗 就是为什么要这么蠢呢 就是你懂意思吗 就是为什么大家 明明都知道说 其实交通是可以 有所谓尖峰跟离峰 但是大家就是一定要 在这个时间去上班 你当然如果说 我们公司的业务来说 必须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这个时间点 可能客户是最活跃 可以沟通什么的 这合理 但是仍然就是 你干嘛要花时间 在交通上 你在那边人挤人 不舒服之外 你就是浪费 每天浪费 那个通勤时间 如果我今天可以在家里 直接电脑一开 就进入这个工作 那这不是对公司 跟对员工都是好的 你懂吗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我目前能找到 这个问题的原因 只有两个 一个是 因为大家以前 一直以来都这样 没有太多人质疑过 因为这是大环境给的结果 很少人敢推翻大环境 对 然后再来是以前 当然也没有那么多的契机 所谓的契机 就是像疫情 这种很大的事情 去引起大家 重新思考一些 理所当然的事情 重新质疑 对 这第一点 再来第二点 就是因为 有些公司 他可能想到了 这个成本问题 是没错 但是他解决不了的是 后半段的 这个员工信任的问题 也就是说 就是说 我当然知道 我给福利控制成本 然后我也知道说 其实不用 员工不用每天 跑来跑去 他们也会 更多的时间 就是空出来什么的 问题在 我员工不在 我的眼皮子底下做事 我要怎么放心 我到底要怎么管理他 所以我的意思是 就是这两个问题 是最大的 其实我觉得 信任的问题 真的不是很重要 不是 应该说 没有很难解决 我觉得你说的 那个大环境 造成的影响 这才是最主要的问题吧 因为 说真的 你如果把一个任务 丢出去 我跟你说 多久之内 就譬如说 两天弄完 然后我跟你说 这个任务 我觉得他值多少钱 那我会觉得 这就是一个 很好解决 它就有点像是 case by case 那可是如果说 是准时上班的话 那就是固定 就是固定 我们八点线上打卡 然后五点线上 打卡下班 那你可能要留一个小时 留一个小时去报告说 你这一天做哪些什么 就我觉得这个 信任不会是最大 去解决问题 因为现在很多人 都是在网上赚钱 网上工作 网上处理一些重要文件 那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 就是像现在我听了 这一期跟上一期 讲了那么多 远距对双方的好处 对员工跟老板的好处 我都还是觉得说 因为传统模式 是要进公司 我都还是会觉得说 还是要进公司 比较好吧 你是比较喜欢进公司的 我不喜欢啊 我自己不是啊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你要我 开一个公司的话 我还是会想要 见到本人 你是喜欢人与人聚在一起的感觉 也不是 就是我觉得 有很多事情要讨论 不是有线上工具可以讨论吗 而且也有视讯啊 你也可以见到他 我这样有点不负责任的心态 就我帮别人工作 我远距是OK的 因为我自己清楚知道 他叫我做什么 我就是做完就好 我没有花太多时间 见到彼此干嘛的 那你是说你当老板的时候 你有希望大家聚在一起 那说白了是你 你很不信任人家 对 你帮我解决我的困惑 因为我刚刚本来还想跟你说 我刚刚就有讲了啊 我刚刚不是就有说 我说有些老板 他就是放不开的原因是因为 他觉得如果员工 不在他的眼底下做事 他看不到他 实际上的他的话 他会不放心 他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你就是这种类型的老板 我觉得可能说前期 就是前期一开始就远距不是很好吧 但后期可以 好那你接着说 对我先接着讲下去 就是关于他们跟员工沟通 也不是全然远距 有一点他们会聚在一起 是什么呢 是这个automatic 他们每年喔 每年才一次 但是他们会有一个大聚会 然后这个大聚会呢 他们会让员工投票 去选一个城市 选一个地方 然后等于是 等于其实就是一年一度的员工旅游啦 那他们就是会让大家投说 想去哪 然后就最后就会决定一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大聚会除了让大家就是 开开心心 对不对 今天来完全跟工作无关 大家就是一起身为同一个公司的伙伴 然后就就是旅游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聚会 还是会有一个地方跟工作有关 只有一个小时 这一小时是什么 是这个创办人 他会留一个小时 让所有人来问他任何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很厉害就是 就是一样 就跟我上一集讲到一样 是他们很懂得拿捏分寸 他们在该给与不该给的 这个钱上面 跟设备上面 我觉得他们抓到了一个很好平衡点 那不止这里 他们在跟员工的沟通上 我觉得他们也抓到了一个很好平衡点 就是说 你平常百分之八九十 你们全程都是远程 但是他也知道一个问题 就是人跟人之间 还是要有保持一定的凝聚力 不然 接触 对不然 每个员工长年下来 都没有一个所谓的公司实体 或没有跟其他员工聚一下 碰一下 其实真的难免就是 你会 好像会开始自我怀疑说 我到底在帮什么东西做事 好像很抽象 然后很没有感觉 越做越没感觉 你懂吗 所以 我觉得他很厉害 他就是这一小时解答问题 显然当然是解答不完 但是重点在什么 是他去凝聚 重新凝聚团队的共同价值观 然后他也趁这一小时 让大家可以直接跟他沟通到 我觉得这些都是有效的 而且又是适当 你也不是说好像 帽子怎么讲 就是打着旅游的名义 公司员工的名义 结果你这个老板在那边 一直讲工作的事 不是 你只是开放大家可以问你问题 其实大家不问 你也无所谓 对 所以我就是觉得 这个一定程度的碰面聚会 还是必要的 确实这还是不能免的 我觉得我如果远程太久 对远程太久 我真的觉得人跟人之间 会有疏离感 对 虽然我没有很care 就是要不要见到面 但是我会觉得说 你刚才不是才说你很care吗 我说了如果我帮别人工作 可以远距 可是我说 但是我觉得 对公司来说的话 您距离还是很重要 对啊 所以刚刚你不是 你刚才不是也讲到一点吗 就是像你这种类型的人 如果当老板 你不是担心说 如果员工不在我底下做事 怎么办什么的 没有啦 就前期吧 我还是可能会惯性 就是如果说 我们的下一代 可能真的可以都不要见面 但我觉得也有点可怕 还是要跟人接触啦 因为我们毕竟是 是那个什么 社群动物吗 可以这样说 群体动物啦 对 但是我觉得 不是 我觉得你很有意思 你创造了一个 现在很适合用的词 社群动物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都用社群媒体 在那边social 对啊 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小圈圈啊 对 我觉得 社群动物不错 网上 对啊 网上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个小圈圈 对啊 但是确实 好 确实我还是能感觉得到 真的人跟人直接聚在一起的感觉 还是不可取代 确实是这样 没错 那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吗 还是说我们今天先讲到这 还是说我们做一个总结 还有 还有多少时间 我可以分享 我现在 我现在漏掉时间 现在我们讲了二十多分钟了 那我觉得差不多啊 我们可以再留到下一集再讲 下一集你要讲什么 怎么了 你还想讲什么 我也讲完这个话题了呢 其实有蛮多可以分享的 就是远距办公有蛮重要的一些关键 成功的关键 到底怎么能长期维持 然后还有我觉得他们的这种招募的模式也是很有意思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还是想分享一下 好啊好啊 那不然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好 然后我们下一集再继续一起探讨这个远距 然后还有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更想听的 是我们两个真实的经历 就是我们现在对远距的看法 好 那我们这一集先讲到这 好 然后我们下一集再接着讲 就是刚刚Jason说他有很多想分享 然后我们下一集也可以顺便分享 我们已经远距快要远距工作一段时间了 然后我们自己觉得好处跟坏处是什么这样子 嗯没错 好 那我们下集见呢 Oder 我觉得我今天这一集有点疲累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来 应该没关系 应该没关系 因为都我在讲话 好了 那我们下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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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